第二輪資格賽 準備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跟光良有關的是什麼 第二題是再開十秒 十秒 你們怎麼可以賣 其實要你們想你們今天的 你們的主題嘛 來 挑什麼答案 同話 答對沒有 當然 對啊 安慶珍 OK 來 張若堤請 這位 張若堤 台北市立大學 動態藝術系特技舞蹈組 特技舞蹈是什麼意思 特技舞蹈是 就是那什麼 什麼大 那個是比較街舞的東西 那是什麼 特技舞蹈 特技舞蹈是有點融合 現代舞 街舞 古典舞 比較傳統舞蹈 然後再加上一些翻滾 跌落汗 這種東西 難怪 難怪會是這個 Forever的成員 對 曾經是 四分鐘的達力時間 你比剛剛差不多少了一分鐘 好 所以達力思考快一點 OK 來 請出示他的第一套題目 來 請看 第五 欠債討利息 你這次來宣傳 宣傳是公式台語台的欠討債女王 吃胖關鍵字 曾經為了戲一天六餐 胖了五公斤 聽說 含料交朋友 這是在韓國一個月做一對一的培訓 對啊 熟男留鬍子 在討債女王還有天巡者 你都蓄意的 就刻意的想留一些鬍子來 營造一些成熟的感覺 對 因為人太菜了 你也三十了沒有 還沒 小的跟蛋一樣 小心腦膜炎 去年因為感冒引發了腦膜炎 熱潮好搭檔 你愛吃的 咖啡有盡力 你表姐會泡 可是有教你 睡覺有學問 聽說會說夢話 我們走到哪 聊到哪 來 弟弟從哪裡開始 我先選含料交朋友好了 含料交朋友 來 記住你 在韓國如果想跟初次見面的人 變熟 會透過哪兩種東西的選擇 來確認彼此的喜好是否一致 A 結酒湯跟大醬湯 B 燒酒和啤酒 C 炸醬麵和海鮮麵 我的答案是 C C 準定 我是AC在選 因為我前一陣子看 我看韓劇的時候 他們會炒 會炒如果 就是會炒說你喜歡吃炸醬麵 還是海鮮麵 看合不合的感覺 OK 請介紹 我 C 在韓國他們如果 認到新朋友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這句話 來當作開場陪 就是說你喜歡吃炸醬麵 還是海鮮麵呢 其實這個時候沒有一定的答案 如果你剛好炒出來的麵 跟這個問你的人是一樣的 他就會說 我們兩個好合喔 我們兩個喜歡的東西一樣耶 但是如果他講的是 另外一種麵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們真的是超互補的 剛好可以一人點一個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 來當暖場用的話 來 第二 因為我這部戲留鬍子我想 熟男留鬍子 熟男留鬍子 來 請處理 處理 根據瓜胡刀公司幾類的測試結果 乾燥的胡鬚和什麼一樣 所以接吻的時候 所以接吻的時候 時常被抱怨胡渣會渣人 A 朱宗 D 丁書 C 銅線 3分15秒 我的答案是 C C C 鎖定 那為什麼不是朱宗是銅線呢 這個公司好像是 國外的公司嗎 這個掛五刀的公司 因為 是 沒錯 所以 我覺得朱宗因為 它比較 比較是台灣人的想法 朱宗是 朱宗 對 因為我們有中刷 中毛刷 對 只是說 他們可能會覺得 覺得銅線他們 比較常在他們生活中出現 所以會這樣 被他們這樣講 對 對 奇怪 我又被說服了 請 請介紹 真的是銅線 朱宗 好 其實這個官五刀公司 它就形容說 如果你的鬍子很硬 很扎人的時候 就跟銅線一樣 非常的乾燥 那這個時候 其實在刮鬍子之前 大家都知道 先洗個澡 或者先熱敷一下 其實會比較好刮 但是主要的原因是 它是一種水合作用 就是當我們熱敷它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我們臉部的皮質 帶走一些 同時可以軟化角質 也可以讓你的這些毛囊細胞 更加的膨脹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會變得再軟一點 重點是 要用四十八度以上的熱水 這樣的一個溫度 除了可以軟化之外 還有 在我們刮鬍無須之後 不是會有那種刺刺通通的感覺嗎 其實那種刺激感 是來自於我們皮膚表層的一種細菌 那麼只要這個水溫 超過四十八度的時候 就會把細菌給消滅掉 所以在刮鬍子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那麼刺 可是因為我想到的是 我們一般泡溫泉 都在溫度在四十二 這四十三 已經很熱了 這四十八 這要有一點勇氣耶 五十三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因為我那個毛巾敷 跟你直接整個下巴 性力不差很多好不好 因為毛巾很快就散熱掉 對啊 因為我沒叫你整個下巴 靜在那個四十八度的水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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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臉真耶 第三題 來個 小心腦膜炎 去年感冒腦膜炎 好像是感冒引起的 然後病毒跑到腦部去 有什麼症狀 我就頭很暈的 站不起來 然後頭痛然後吐 對 後來就被 好像卡到一樣的反應 對對 非常像 非常像 所以有打針 我住院住了一個月 哇 因為腦膜炎如果 什麼感冒那麼強 住一個月 沒有 他不是 他後來變成腦膜炎之後 就是變很嚴重的病 所以我們能見到面 是很不容易的一點 對 因為他 再晚一點治療的話 就是植物人 不然就是 建一次少一次 好 小心 小心腦膜炎 請主題 腦膜炎屬於可致命的 嚴重疾病 卻難以診斷 請問身體出現哪一個症狀的時候 要小心可能是腦膜炎了 A 頸部僵硬 B 肢體無力 C 顏面潮紅 身體最哪個症狀 我答案是A A 鎖定 第一個刪掉的是哪一個 顏面 C 第一個被有刪掉是B 那你刪掉的是C 答案就是A囉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嗎 因為我 我那時候 腦炎的時候 其實頸部真的很僵硬 很不舒服 你說你自己的感受 對 回到你的記憶裡面 頸部會僵硬 你的面潮紅為什麼不會 因為你的整個上腦 病毒在裡面 然後人會這樣子有沒有泛紅的反應 但是我那時候反而 反而就是臉色不太好 對 沒有紅紅的感覺 反而是死白死白的 對 不快往生那種感覺 請教 真的很痛苦 我真的建議是少一次 好 腦部僵硬的話 可能是腦膜炎 他說的 請繼續 腦膜炎其實真的是滿可怕的 而且它分為是 細菌性 病毒性 和寄生蟲性 而且它的這個症狀 其實跟流感有一點點類似 就是會發高燒 然後會有噴射性嘔吐 而且甚至呢 比較特別的就是頸部會僵硬 那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當我們的腦 有在發炎的狀況之下 這個時候 只要頸部稍微彎曲 你就會感覺到 拉扯到你的腦發炎的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會基本上 頸部就會變得很僵硬 不太能夠動彈 而且同時也會伴隨著頭暈 然後嗜睡 而且會吃不下不斷的嘔吐 所以其實只要一有症狀 要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其實真的是挺嚴重的 來 準備 第四題 吃胖關鍵字 什麼角色需要胖五公斤 就是上一個拳擊教練 多久胖五公斤 大概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五公斤的肉都長在哪兒 臉上 沒有 就是胸啊 手啊 長胸啊 對 因為我在做重序 然後後來拍完戲 就又沒 沒吃就瘦下來了 對 就瘦下來了 真好 怎麼容易受 真真不要羨慕 再講話 對 吃胖關鍵字 請這裡 心理學研究指出 當然在進食時 聽到什麼關鍵字 吃的量會比正常的情況 多出兩倍 A 免費 B 零食 C 高級 B 我的答案是 C C 鎖定 聽到高級 我就會特別多吃一些 是這個意思 好像很合理吧 這是個 這是什麼心態 單小便宜嗎 還是什麼 就是單小便宜吧 我有點以台灣人的角度去 就是譬如說我去吃Buffet 或是什麼時候 如果有比較高級的食材 比如說鮑魚 或是螃蟹什麼的 我就會看到有很多媽媽 或什麼的就會拿很多這樣 那我想說 你們真的吃得完嗎 從小受的教育就是要追求真善美食 可是人在面對美食當前的時候 我是沒有爭吵觀念 好笑喔 來 請揭曉 正確答案就是零食 而且要告訴大家 零食有多可怕呢 不僅我們平常吃會胖 而且光是聽到這個詞 你也會變胖喔 因為這個真家 他們這個研究就發現 找來了同樣兩群人 然後都給他們吃 一模一樣的義大利麵 但是有一個義大利麵 他們會放在盤子裡面說 這個是正餐 另外呢 把義大利麵裝在罐子裡 然後拿給他說 這個是你的零食 結果呢 在這個吃了同樣的分量的 義大利麵的人裡頭呢 吃了零食 義大利麵的那一個人呢 他們會吃多兩倍以上的糖果進去 就聽得出來 我們大腦聽到零食的時候 更容易會促進食欲 送給你一個零食 OK 來 請 好 要送給張洛提的是 貝克浪二代都會玩家 迷彩宮順開後背包 軍規材質與德國順開詞 掛扣系統 能夠適合需求來調整 還能夠搭配不同風格的 魔鬼真步章 讓你營造出自我風格 是一款真正可以自定義功能的 軍規飛包 送給你 OK 希望你喜歡 謝謝 來 下一盒這個菜 全民心動略 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